七驅山路路況平平 不見得都是一路向前 要卡車載怪手啊 哦 那個哪 你只能倒車啊 換你怎麼辦 你又不能叫卡車倒車 每個月排班上山 不能讓原鄉部落 失去醫療支援 像去年我這邊沒有醫師的話 我們進來值班一個月 把門診關掉啊 有時候是找不到人啊 其實有時候是我自己進來啦 二十年前投入偏鄉醫療 歐燦藤的專業 在過敏免疫風濕科 正巧符合原鄉醫療所需 這邊的痛風最多啦 布隆族的痛風 大概每四個男人就一個痛風 他被插管了 聽起來還是有氣愁 在山區部落 醫師得全能跨科別 病患來者不拒 接生的話是迫不得已 說來衛生所頭已經跑出來了 你只有硬著頭筆把它伸出來 八八風災 醫護團隊選擇挺進部落救命不退縮 加一個你純銀主任 他去桃園老東西斷掉 你知道他怎麼進去的嗎 他就做怪手 那個怪手 坐在上面喔 這樣被怪手 咬過這樣 至生死餘度外 護理長李秀花守護偏鄉 兩度困在土石流中 骨折也不撤退 被水捲走了 醫師處理我的傷口 四點的時候又土石流啦 又把我買一次 本來部落的人給我換很漂亮的擺摺裙 我起來的時候我完全都不知道 部落的人說逃難的時候 至少也要穿個衣服嘛 不要只穿內褲在那邊跑來一步去 醫生資源請上山 民眾的使用度就會變得非常方便 其實對他們的健康有很大的注意 起霧的話也是霧滿滿的 這座雲端裡的衛生所 不起眼但日漸完善 醫護人員不辭辛苦 衛山區救護點亮明燈 大新聞微宣陳立委高雄報導